总说女人败尽现实 可当女人真正相信爱情的时候 手上的大多数都是女人 如何?我是小年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个 女人为了追求爱情 却被有野心的渣男伤害的故事 在港口拥有一艘巨轮的巴斯勒 即将和有六个孩子的女人丽卡结婚 然后巴斯勒不知道的是 结婚的那天就是她的季日 丽卡和情侦萨瓦托和我计划 在成婚那天杀死巴斯勒 然后抚养巴斯勒唯一女儿米亚 到了成年时 在让米亚把财产集成权给丽卡 结婚这天 成完婚的宴会上 丽卡把红酒倒在巴斯勒身上 巴斯勒去卫生间时 被萨瓦托强杀死亡 此后巴西特的全席蹲船 被丽卡改造成赌场王牌俱乐部 而弟弟却是萨瓦托的毒品交易所 之后米亚与保安杰米托分开 贝丽卡扶养 成立与猫为伴 过着贝丽卡和他六个孩子排泄了生活 十几年后 杰米托成为物体警察 调查王牌俱乐部反毒的证据 而萨瓦托作为俱乐部的国王 时隔两年回来后 丽卡的六个女儿都长大了 他们兴奋地想要迎接国王 但是丽卡却让他们为俱乐部的运营上台表演 只有丽卡却一间布满灰尘的房间找米亚 看着米亚丑陋的自己 他不耐烦地数落她 命令她去打扫房间 米亚在这间房子里 总是看着父亲和保镖对话的投影而出神 此时在去往俱乐部的车上 萨瓦托的助力 形容着丽卡的美丽形象 他劝萨瓦托早得和丽卡成文时 萨瓦托只是满不在乎地说 美丽容颜总将消失 我最后会娶到一个女巫婆 丽卡在俱乐部里深情地歌唱 他对爱情的迷茫时候 杰米托则跑到了丽卡的房间里找东西 结果丽卡的女儿巴巴嫩 以为杰米托是国王 于是就想色有她 但是杰米托着急离开 激怒了巴巴嫩 巴巴嫩拿出了匕首 刺动了杰米托的胸口 杰米托赶紧推开她逃走 路上还撞到丽卡的另一个孩子 路易斯 路易斯生气地说要杀死杰米托 而萨瓦托在俱乐部的下方 同各界人物兴奋无比地介绍 他设计了高跟鞋 一装倒上药水 就会变为毒品的鞋子 他要在全球打造赌场 可怜的米亚还在打造丽卡的房间 他小心地拿起一个耳环 戴着耳朵时 却看到了父亲当初对丽卡的求婚投影 这时杰米托从闷口跑过 米亚一路追着 来到当初父亲的孔直室 杰米托再次被巴巴的恶人发现 恶人一路追他到一个坡洞边 路易斯的话不说 就开枪把杰米托打进了海里 这一切都被躲起来的米亚看见了 米亚从水里把杰米托拉回岸边 穿着防弹衣的杰米托很快醒来 杰米托温柔地介绍自己 还把小时候米亚丢失了鞋子还给了米亚 虽然米亚一直不能开口说话 但是杰米托承诺一定会来把她带离这个地狱 这才是她的目的 杰米托离开了 尼卡大女儿安娜成了鞋子第一的喊米亚 一看到米亚 她就打米亚 愤怒的喊 这就是你打扫的房间 高高在上的模样 当人很是妥气 绝对不关门了 尼卡正打算写下首饰 这时 她听见萨瓦托的歌声传来 丽马却约着那些首饰 迎接两年未见的萨瓦托 萨瓦托一来就兴奋地说 明天和尼卡结婚后 两人就是最富有的夫妻 但是尼卡却失落地说 现在 我知生活的所有 我占管这首饰的事物 已经15年了 你一直给我钱给我礼物 但是 等我想要你唱歌时 等我感到悲伤孤独时 你在哪 丽卡讲的都是萨瓦托托的爱情 但是萨瓦托却不理解她 认为当初很大的她 害死巴斯的 也是为了金钱和地位 就在萨瓦托要亲吻丽卡时 安娜分动地扯着米亚的耳朵进来 只顾她没有好好打造房间 萨瓦托看见 跪在地上的米亚时 眼前已亮 她温头地走过去 摸起米亚的脸说 多可爱的小嘴 多明亮的眼睛 萨瓦托托附近米亚说 她是这船上最珍贵的珍宝 明天是她的生日 萨瓦托命令丽卡 给米亚安排最后的房间和裙子后 就离开了 安娜听到这些不可置信 她愤怒地把米亚的衣服撕碎 米亚只是沉默地说 按国王说的去做 很快 米亚穿上了美丽的裙子 她开心地起舞 这时萨瓦托走近 在前代拖起米亚的脚温 米亚喜欢高跟鞋吗 萨瓦托陌回到米亚 专长最美丽的婚纱礼服 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只要到时候有人来接她的舞台上 她点头即可 米亚厌不发地 只是点头着 在上次杰米托逃出俱乐部后 警察局的搜查令也下来了 他们准备光明正大的搜查俱乐部 但是警局不允许杰米托参与 不久后 萨瓦托就得到了搜查令的消息 也才得知了杰米托卧底的名字 这时 是丽卡的打算 而刚强杰米亚明天就18岁的杰米托 也把一切都想明白了 关于巴斯特的遗住 萨瓦托他妹子在等米亚 前次有笑的这一天 也就是18岁的这一天 国王的婚礼即将开始 杰米托在前往军的波罗路上 接到了国王的电话 萨瓦托在电话里 一本正经的威胁 恐恶 要杀死杰米托 杰米托正经自动地回应着 15年前的我 就和这手船 这座城市 一起死了 现在 这是一个鬼故事 很快国王送来了最美丽的鞋子 但是看着鞋子高兴无比的 丽卡却穿不上 米亚洗衣时 国王的助理带着设计师 来到米亚的房间 为米亚化妆 穿衣 送给他那双最美丽的鞋子 丽卡找到萨瓦托 他愤怒地说 我被困在这15年 我甚至忘记了 为什么要被困在这里 你现在到底要做什么 萨瓦托没有回答 只是说了句 给我来电法拉 就离开了 丽卡面容憔悴 他疲惫地回去跟女儿说 国王要娶那只猫 如果你们爱妈妈 那只猫现在必须死 而就在米亚穿上那双水晶鞋时 他突然看到 当初萨瓦托的墙上 爸爸全过程的投影 米亚突然惊醒 脱掉水晶鞋逃走了 米亚逃出房间时 正好碰见了 丽卡的六个孩子 爸爸愣抓住米亚 就要用刀割下他的头 这时 背派来监视米亚的护卉出现 一枪打死的爸爸愣 接着一片混乱中 丽卡出现 三个护卫也死了 六个孩子 只剩下奄奄一息的安娜 还睁省眼睛 安娜向妈妈认错 没有完成任务 她用最后的生命 希望妈妈杀了米亚 丽卡疲惫地说 自己爱国王 所以这十五年的一切 她都是对的 唯一错的 就是她付出的信任 现在 她要去结束这一切 丽卡要去南掉市 燃烧这里的一切 她让米亚帮她把卧室 也捏着黑鸟放飞 远离这个肮脏的城市 南超市很快就开始爆炸了 此时萨瓦托还在舞台上 得意的歌唱 警察们也在走剧得部的毒品 当警报响起后 所有客人逃跑时 萨瓦托以为是警察的恶作剧 然而丽卡则坐在船上 拼尽了抽烟 被放出了黑鸟 同她道别 米亚最后也找到萨瓦托 趁机把她打倒在地 南无尤其米托 温柔地带她跳出这艘 不断爆炸的船 十几年的噩梦 总算结束了 片名 猫姑娘 其实网络发达 有时候感觉并不是好事 你会见识到你 从没有见过的奇葩事件 有些女人她相信爱情 但是最后在网络游离一遍后 我操 原来渣男都是这样的 她们不由替自己担心起来 而逐渐会变成别人口中 白金现实 而蓝人也是如此 其实好女人好蓝人都很多 只是 在网络上看到太多白金的例子 长得好看的女人 就被蓝称贴上特殊标签 谁都不想自己未来是迷茫的 包括少年也很希望 自己能够找到一个既漂亮 有多近的老婆 少奋斗几年 可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她们之中 难免有愿意与你同甘共苦的伴侣存在 一旦遇到 你不妨可以逝世 这种行为在成人世界 可以被称为 天真 幼稚 可你不要忘了 你多久没有天真幼稚过了 在从你步入成人大家庭后 你的本心初衷 是不是还在 我却会想要说 一个人拜金或者现实 你首先的和对方 是情侣关系 并且有感情基础 也就是时间的问一样 在你本身上 不是好吃难做的基础 还很努力地 撑去两年的未来时 这个时候 你的对象 因为金钱原因 放弃感情 才能理解维持现实 至于拜金这个说法 那就稍微 会昂藏很多 这个视频 只单纯讨论女生 并没有刻意去针对男性同胞 只想说 女人在付出真心的时候 其实往往真的会比男生 更加透露 我是少年 一位带眼看 别人生白带的 电影解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你们每一个评论 少年都会观看 在时间许下 金和龙的回复 感谢你们的支持和建议 那咱们 下期再见 拜拜